好,来这里是CELCO一美 其实最近时间比较多啦 所以可以赶快多录一点 后来开始忙就不太能录了 或者录起来就是晚上那种快睡着的时候 来那个接下来 这个也是应该也算蛮另类的 对,可能你不喜欢听那个很另类 你会觉得我好烦 怎么一直在讲这个 对,因为是我喜欢的啊 然后介绍给你 来叫Towatai 叫镇东河 好,它这个 其实我会认识它一样 也是做音乐实验 就有一天我跑到那个 那时候那个丁兜路上面 那个叫什么 宇宙城唱片行 快要结束前了 那一段时间 对,然后我跑过去找新的音乐 对,做音乐实验 然后里头的那个一个店员 很年轻耶 就一个年轻小女生 对,她看到我 她就推荐我一定要听这一个 Towatai Towatai是谁 她说你听了就一定会很喜欢 真的还假的 然后她的那个 她是一个DJ转型 变成一个音乐创作者 然后她的音乐是 结合电子的那种电音 再加上Jazz 再加上蓝调什么的 对,就很多混在一起的 一个音乐 其实那种做法 在设计的里头 有一个讲法 叫做后现代 后现代就是前人的风格 你无法超越 你能做的就是 取其的精华 就是她那些 比如说什么东西加什么东西 再重组成新的东西 好,就是 这就是混搭风 这就是后现代 对 然后她玩得非常非常厉害 我介绍一下她 后来她发现真的还是有缘分 因为本身很喜欢版本容易 她是一位日本的艺术家 唱片之伦DJ 她出生于日本横冰 但她其实是含韩语的 对 然后后来她跑到 那个她因为有些单曲 然后让她那个名声崛起 好,然后 1994年以后她就搬到 从纽约,她本来在纽约 后来搬到日本去 然后后来她发了她 就是我现在介绍叫专辑 叫Sound Museum 然后让她以炮成名 然后有还蛮好的那些成绩 后来还有跟很多大牌的人 比如说卡里米洛啊 还有谢敬成啊 另外呢 就是跟版本容易 版本容易的有两张专辑 其实是她当合作的人 一个就是那个 Hartbit那一张章辑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 SWIM Renergy的那个专辑里头 也是跟她合作的 对 然后所以她的 她的那个那个音乐 其实有浓浓的 版本容易的味道 但是又因为她是DJ背景 所以又是很电音的感觉 就是又不太一样了 对 我还蛮喜欢的 我们来先听听看 所以她其实是音乐系很够的 对 好,我们来先听她 Sound Museum 第一个主打歌 就叫Sound Museum 好,开始 开始耶 你会听到Jazz的味道 跟又电音 然后又很奇怪的东西 好像会不会有版权啊 我也不知道 好,放一段就好了 这个我歌应该都不能引领啦 因为这个录起来都是不能引领的 只有我的VLOG才能引领 那这个就标榜 它是一个声音的博物馆 它这样专辑 就取样了各种不同的风格 然后把它融合起来 后现代的做法 伯托阿泰好像最近也没有在出专辑 好像是 至少台湾没有人带领它了 要做连结 还有放的音乐都会 整理在手里 都可以去听 去看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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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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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